大家好 今天就是韋成他剛剛介紹的就是我們整個團隊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今天呢就是以一個例子 就讓大家具體的知道說 那到底我們這些四個旅行家到底要去做些什麼 那當然就是一下這些東西呢 就是我其實都還沒有去過 然後是我收集資料的那個過程 所以如果等一下如果講錯話就拜託 因為每次跟大家講就是我要分享 那當然我一開始再說到我要去瑪迦家 最多最多大家印象當然就是那個卡通的動畫 然後所以其實大家對這個其實對我來說 但是我弟還跟我說 蛤所以你要去大洋洲嗎 對 就是非常非常多就是非常奇怪的想像 然後所以呢 我就想說那其實我想要用這樣 我就開始蒐集了很多在網路上 在台灣可以獲得的資料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瑪迦家系列電影之外 我們對於這個大洋的印象是什麼 有沒有人想好 應該很多原生種對不對 很多原生種沒有錯 然後還有什麼 不好 對對對 還有什麼 獅子 有嗎 我記得我說沒有 對 那其實瑪迦家系列很獨特的就是他的生物多樣性 基本上如果你現在要在Google裡面打 就是瑪迦家系列 搜尋出來 大概是 大概是 多少啊 八幾多筆資料 然後呢 我就開始找了大概 我看了大概前十頁 然後歸納出大概有哪些 就是大家對於瑪迦家 大家想像 那當然很大一部分就是關於他們的生物多樣性 因為他們其實很很久以前就開始這個島的湖地出來 他們大概有全世界百分之五的特有種 特有種的種植物在這個島上 那所以他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很靜止的一個 很很很 時間很靜止 然後好像很古老的一個島嶼 但同時呢 大家可以知道的是 在大概兩千年前開始呢 大概兩千年前開始呢 我們剛剛說到南島嶼族 他就開始從印尼這個地方 然後開始簽到了馬來加斯加 所以你現在到馬來加斯加去呢 所以你現在到馬來加斯加去呢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他 其實當然他會有很多跟非洲的一些混血啊 什麼的 但是他很大一部分 有一些人他是跟馬來 跟馬來人的那個 協同是相似的 所以他的語言其實跟印尼語 非常的像 那因為我剛好在學 菲律賓文 然後我在學 我最近看一些馬來加斯加語的一些 介紹 什麼都一樣 就是非常的特別 所以呢 基本上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一直搜集資料 為什麼我發現到 馬來加斯加 他其實雖然 同向離我們非常非常的遙遠 但實際上呢 他又跟我們非常非常的接近 當然第一個就是 剛剛講到的南島嶼族 那再來就是 他跟台灣相似的烈野環境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 比如說他一樣是在大陸的旁邊 然後他一樣 他的自然資源非常的豐富 那 我就開始去想像說 那到底 我到這個地方 我要怎麼樣去 讓大家看到更不一樣的非洲 更不一樣的馬來加斯加 那我想到的一個切入的角度 就是 從馬來加斯加的歷史發展 或是他們現在面臨一些處境 可以看到的是 他跟台灣現在正在經歷 或是未來即將面臨的處境 其實有點相似 那這邊講到他們的政治情勢 大家可能對這個U所指 就是他在2009年的時候 有軍事政變跟政權轉移 那這個轉移就是在於 所以說他的前總統呢 他 就是他們跟 就是 韓國還有中國 就是潛力非常非常多的那種 就是開放自由貿易啊 然後就是 讓這些外資能夠進來 租借土地啊 然後開放外擁 這聽起來好像跟台灣現在有點像 然後呢 這些 這些就是當地人就發現 怎麼辦我們要失業了 我們快要不行了 所以呢 這時候首度的市長 就是後來推方政權那種 他就把大家趕跑了 但是趕跑之後發生什麼事 大家通常對於非洲的了解 就是 好像 非洲的政治非常不穩定 然後他可能軍事政權什麼 所以 大家其實都不太願意 真正的 就是 很 很 自己在投資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發生了政變 所有的外資都撤不出去 所有的外源都撤不出去 大家都開始跟馬來加 斷絕關係 那這時候反而讓 馬來加加這個國家 陷入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 困境 那當然你現在可以看到馬來加加 因為他的生活表情非常的豐富 他的國家公園是全非洲 國家公園系統 是全非洲最完善的系統之一 然後呢 就有非常非常多 現在你如果看網路上 馬來加加的新聞啊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他很總是吃蛋白玉 但是因為政變之後 這些人生過得非常辛苦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開始有 法務業啊 礦業啊 農曆開放去破壞環境 那這些 這些開始 反而在 就是從外國 或是外國的媒體上面 反而開始去攻擊這些當地人說 你們怎麼不好好照顧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生活量 是這麼的豐富 可是這就是個問題啊 他們的生活 就 就沒有辦法下去啊 那你要怎麼去解決它 那其實我會覺得 這個跟台灣的真正 跟台灣現在面前 或是未來可能會面前出現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那我想要去看看說到底 我們可以從這地方學到什麼 我們不是只要去向美國 向中國 向南韓 向日本 去學習他們的經驗 我覺得 不管這個經驗是好是壞 實際上 我們可能都可以得到一些什麼東西 那這個是 我的出發點 那 再來呢 就是 我看到了 就是台灣現在出版 現在就像萬書比其實非常非常少 大概主要是這兩本 然後其實他們都是以自然生態 比如說爬蟲類啊什麼 其實這本書超級好看 大家可以有感傷 然後 而且非常好笑 看到會真的笑到多少 然後 對 但是就沒有一個 有一本書是專門針對馬南加斯加的人 他們的文化 他們面臨的處境 去做介紹 那我想要從這個角度出發 因為我對南道語做非常非常有興趣 所以這邊講到為什麼這個任務非我部署呢 我會覺得 因為我想從人的角度出發去看他們的環境 看他們的文化 怎麼去面對這樣的社會 怎麼樣去面對這個好像全球化 他們好像 非常 沒有辦法自主 然後去發展自己的未來的這個部分 對 然後 所以我有三個比較大的主軸 當然就是 三個比較大的主軸 那當然 沒有聲音 威威 然後 反正就是 基本上也是跟我們非洲 非洲這個團隊的人 就是有一個比較共同的一些理念 第一個是說 大家可能對於非洲想像中非常有意識 然後 所以 我們想要從 就是 非洲從來不被看見的都市 開始說起 就是看看 其實非洲的都市 其實是 比我們想像中的 非常 印象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剛剛講到 就是生態保育 跟經濟發展的拉鋸戰 就是剛剛 就是前面講的 伊德國阿古大家可能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呢 再來就是當然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生態保育 非常非常豐富 然後它的國家公園系統 那這個也是我會想要去看 因為我自己是導遊跟 音樂導遊跟領導人 那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東西去 讓自己可以有更多的 就是 材料或是未來可以發展的一些空間 對 那這個基本上是我的 就是馬加加的地方 然後這邊 基本上是 我想要走的一個地方 比如說 這是它的首都 然後再來 圍導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他們生態 非常豐富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個基金會 他們就是 會 他們主要是在從事 就是造型運動的計畫 然後想要去那邊做一些 製工的工作 然後再然後沿著他們 就是最發達的那個 氣號公路 然後再開始往南走 然後呢 到就是他們第二大的都市 那這個都市 基本上是 就是非常 他們的文化理運 其實是非常非常豐富 然後他們就是 有非常多知識分子 或者是政府官員 都從這邊出來 然後有非常非常多葡萄 然後就非常孝順的 對 然後再來是他們 就是這個地方 它是 他們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牛市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就是他們 就是他們的生活 人民的生活 對牛是非常重視的 就是他們 他們會就是 為了就是 就是從別的地方走三天 然後就到那地方賣牛 然後就到那地方賣牛 然後好像十天快不夠 然後反正後面 就是我以前要去做的地方 這樣子 對 那重點是呢 就是 我會覺得說 這趟旅行 其實很重要是 反身回望 這件事 它其實不只是 就是我到 我到這地方的時候 會想要回頭去看看 他到底整個 整個東西 就是剛剛講的 代印度式的危險事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反省這樣的東西 然後呢 反身回望看到我們自己 看到自己 台灣可能有什麼 未來有什麼 可能發生 對 那這個是 我們 就是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部落格 然後可能會介紹一些 就是 台灣南島語族 或是非洲 或是馬加夏的一些 嗯 東西 那再來就是我們有一個是在 這個 Give and Take 這樣的物管平台 那我們這個非洲的這個團隊伍的計畫是 在行程的時候舉辦一個分享 大概三場的分享會 那這個分享會呢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邀請 比如說是台灣的非洲人 或是曾經去過非洲的人 然後可以在這邊跟我們一起聊一聊 然後讓有興趣 有興趣或是好奇的人 能夠去 啊 沒有時間了 就是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來聊聊看 然後對於非洲想像是什麼 然後呢 我們可以 我好緊張 然後 然後我們可以在旅行過程中 去找到一些可能的答案 然後再回來去分享 然後去辦成果展 攝影展 甚至是工作法 讓大家認識更不一樣的非洲 那這個大概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 我可以拍到你們 來拍照 再拍照 有空 可夢的 我可以拍照 是的 其原來